所以我们就四不一词 教大家如何改变命运 如何认清因果轮回 跟它的作用 跟它的逻辑 我们就可以改变 我们本身的命运了 好 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话题 我们看这个PPT 那么师父每次讲过 这个一个季节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从春夏秋冬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春夏秋冬呢 也有五大元素呢 帮我们改命运 而且呢 因果形成 因果成熟的时候呢 是天地人三才 碰在一起呢 它因果才会形成 那么因果是怎么形成呢 它需要的条件是什么 它需要的条件是什么 这个韦婷讲 师父我到世界各地都用 都带king coat perfume 它是我的护身符 感恩你创造shambala kodo 哦 谢谢 谢谢 真的 我们每个人的家 都一定有金刚王 不可以没有的 当我师父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金刚王的力量 跟它的厉害 因为今天有一个学员 跟师父分享 所以师父觉得呢 应该给大家分享 好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继续讲 因果要形成 要成熟的话 它需要几个条件 它才可以形成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天时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地理 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人和 第四个条件是神力 第五个条件 就是格局 这五个条件呢 就促进我们的 三因的种子成果呢 或者促进我们的 二因的 这个 这个 种子成果 所以大家记住 因果的形成呢 全部都排列好好的 全部都排列好好的 那么要五大元素 就是天时地理 人和神力跟格局 这五个元素呢 集中在一起呢 我们的因果会形成 好 那么师父现在讲 第一个 很真实的一个故事 就是师父两个星期前 到欧洲去 对不对 那么师父到了 一个一个国家叫 怎么讲 Slovenia Slovenia 华语我不太清楚 怎么叫 有点难叫 就是Slovenia 它是在Vienna的隔壁 要做一个 如果驾车的话 大概两三个钟头会到 叫Slovenia 那么它的一个城市 叫做 什么名了 师父也忘了 那个城市 是什么名了 那么没关系 师父在那边呢 就认识了一个博士 一个女的博士 那么这个女的博士呢 在几年前呢 曾经到过印度 印度去拜访 一个一位上司 那么呢 通过那个上司呢 他有一个叫做 Akashic Reading 他有一本 从用叶子写的布置 那么大家就知道 印度呢 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一个 怎么讲 批你的命运的 它是一张一张的叶 一张一张的 叶子呢 全部写了我们这辈子 的事情都写在这本书里面 大家如果没有去印度 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印度确实是有这个东西的 那么呢 要找到对的人 这个对的人呢 你去找上他 你说你把你的名字给他 你的出圣年月日给他 他就开始在那个布置 很多布置 他就看在那边翻翻翻 他就会问你 你 你 这个 怎么讲 他问你几个问题 那么问了几个问题 一问对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你的名誉 这个 这个布置有多可怕 师父告诉你有多可怕 师父这个朋友呢 这个女的博士呢 就告诉师父 说这个人呢 一翻到他的生命书的时候 就告诉他 你的父亲是什么名字 开头是什么名字 你的母亲 开头是什么名字 百发百中 你这辈子有多少个孩子 几个男的 几个女的 百发百中 吓死他了 那么又在写 你这辈子 几年几年发生什么事情 你本身是一个博士 你本身是一个医生 真的把他吓死 他说怎么 这么夸张 Alice Chong说 My husband has seen this master 在印度不只是一个 能够看的这个 Leaf的这个master 他有好几个 专门的专门的 是传承下来的 不是每个人去学 没有的学的 是传承下来 从他的真祖父 真祖父 还是从他的那个master 这个传下来的 很可怕的生死书 Alice Chong 你好 Ember B 你好 Sange Nihau from Bhutan 好 那么呢 就会算算算算算 那么他算了一个 就说你的 如果师父没记错 说他其中一个儿子 不懂是哪一个儿子 其中一个儿子 他呢 在哪一年 会发生一个大灾难 需要你的 你要照顾你的这个孩子 他只讲着这个 他的其中一个孩子 发生一个很大很大的灾难 那么他听了之后 是有一点怕 那么 说生死的灾难 是生死的灾难 那么他说 好 现在我看 是否能不能够救你的孩子 他的在那个寺庙里面 有一个很 有一个石头 如果你问了你这个问题 可以把这个石头 给搬上来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石头搬上来呢 你的这个孩子有的救 如果你这个石头 是搬不上来的话 你的孩子就没的救 OK了 你好 所以呢 他们这个夫妻 我的这个朋友 他就把这个石头搬 我跟你讲 使了牛力 这个石头就搬不上来 那么那个上司就没办法 你的孩子会碰到一个大结 而且是什么呢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救你的孩子 没有办法 救你的孩子 所以呢 这个Alice想 Yes, it is Lev Redeem Master And very very accurate It did mention my name He is shocked to hear it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所以呢 在印度 我跟你讲 印度是一个很夸张的地方 中国也是很夸张的地方 你只要碰到神人的话 他们可以算到你 准到 准到不行啊 真的是准到不行 好 根本他们就从这个印度就回 然后回到Slovenia 回到Slovenia之后呢 然后就怎么样呢 回到Slovenia的时候就怎么样 到了那一年 他的孩子 有一天往上 在他的家还是在哪里 他的这个煤气爆炸 把他整个人给烧了 烧了多少 多少percentage 烧了多少的这个百分之几呢 烧了百分七十五 75% of the body is badly burned 百分七十五的神圣呢 非常非常非常地烧得非常地严重 非常地严重 马上进去医院 而且那天是下雪 他说下雪的时候 又没有就上车什么 他另外一个朋友 他要载他到这个医院去 去急救 他非常的危险 那么退去医院去急救的时候呢 隔天还是多一两天 医生就告诉他 请你把你孩子接回去吧 因为我们医院都没有办法 就等于是判死经 接回去去等死了 为什么呢 百分七十五个身皮肤等等呢 都烧得非常非常地严重 脸也烧了 非常的严重 那么就把他推去 就没办法 就把他接到家里 那么因为他的 他的爸爸也是个医生博士 医生博士 他的太太也是个医生博士 那么以后 师父再跟大家讲我们的渊源 是很殊胜的这个因缘 那么这个 这个男的爸爸博士 也是读这个 自然疗法 Jennifer Connell 你好 是读自然疗法 他的太太也是读草本 自然疗法的 那么他们看到整个孩子 全部都烧得非常地严重 可怕到什么吗 你懂吗 穿的衣服 不能穿衣服 碰了这个衣服 动到这个skin 这个衣服就粘在他那个肉上 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还要敷一种特别的布 特别的那个纱布 要 特别的纱布涂了这个 要盖住这个 开口的这个伤口 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么他告诉自己 虽然命运说他孩子会死 可是他们的毅力 他们的毅力 觉得他的孩子 不管用什么奶力 吃奶的力量 都要把孩子给救起来 所以他是怎么样的 我告诉大家 师父认识这些很博士的 而且他们是非常厉害的博士 而且不管师父在这个全世界 碰到很高的达官贵人 很贵族 他们不是一般的人 我告诉大家 他们前世 是修得非常厉害的人来的 所以师父每次讲 前世有修行的人 这辈子 他们的地位是非常地高的 如果我们这辈子 没有修行的话 我告诉大家 我们下辈子会怎么样呢 地位非常地不高 而且投胎的家庭 也是没有说非常好的 所以修行的是 第一 我们一定要修行 为什么师父会这么讲呢 师父在全世界碰到那些高人 名位很高 很有钱的 亿万富豪 又是博士 又又是什么学位 什么的 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高的 他们共同有一样东西 他们共同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吗 他们的第六感非常的厉害 比一般修行人来得更厉害 比一般修行人来得更厉害 所以师父就觉得 师父一看了这么多达官贵人 跟世界有名的人 他们真的是前世修来的 为什么 第六感情意识是非常地了得 所以这个医生他是怎么样呢 他平时跟师父一样 他的性格跟师父一样 师父要做水箱 要做草本的时候 师父会闭目 师父会沉定一下 师父会怎么样呢 会问上天 会问宇宙的这个磁场 这个草本跟这个草本合起来 会有怎么样的功效 这个就是向导师 师父除了有学问 有这个知识 有这个尝试 这个草本都有它的本能 师父都知道它的功效 可是你这个草本 合这个草本的时候 它的功效 它的神病是什么的时候呢 书上是没有写的了 书上没有这么写 这个草本 一加一等于二 没有的 草本是一加一 可以等于十 一百或者一千的 那么这个草本 跟这个草本 要合起来的时候呢 要如何合的时候呢 我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有修行 以前的向导师 以前的神医 每个人都是很高的修行 禅定力 为什么呢 只有链接宇宙的这个磁场 才可以把自然界 发挥到零零尽致的境界 那么如果大家想跟师父学这个向导师的话 你一定要学的禅定 你一定要学的修行 为什么 你没有修行 你没有定静 你不能跟天地接通的话 你虽然懂这个常识 可是你只有到一个瓶颈 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善用不同的草本 合在一起 合起来呢 产生最大的功效 这个呢 在古方面呢 不管你是医生 医生就变成什么呢 神医 香道师就变成 一定要懂天文 一定要懂地理 一定要懂草本 一定要懂禅定跟修行 你才可以链接宇宙万物的时候 在一个合这个香 所以我们这个香 一到七的水香跟香粉 我告诉大家 是天所恩赐给我们的 师父可以这样讲 师父有谱 师父有方 可是真正的方的比例 跟真正的不同的这个草本的 合作的 合起来的呢 师父今天很敢跟大家讲 全部都是上天的恩赐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你怎么这么 我们用 Shanbala的这个水香 现香香 香粉 怎么那么奇怪 有很大的这个 法力 加持力 让我的命运很快地变 师父呢 到今天都没有讲这个秘密 因为今天讲的因果 所以师父讲到这里了 没办法刹车 所以师父就把这个跟大家讲了 尤其起初的时候 谁跟师父一起合香 做水香呢 就是阿勋的 唯有阿勋跟师父呢 一起 因为我需要他帮忙 跟他就合合合这个香 那么他也看到师父如何合香的经过 突然之间 师父会讲这个草本 突然师父会讲那个草本 合起来呢 就变成一个 又很香的这个草本 而且效用会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师父合香的时候 做水香 做这个草本的时候呢 都是会要通这个 要通这个天地跟这个磁场 Winston你好 才可以做出这么好的香 师父不是一般的化学家 因为一般如果你买香水的话 是化学家 就是拿来用化学的成分 来跟你喝 闻一下香就可以了 可是是没有作用的 它有香的作用 可是没有对我们的磁场 提升的作用 也没有对我们的七轮 调和的作用 所以这些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与宝香对 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 这个还有我们一个什么 巴拉吉的香 还有我们的 道场的香 对不对 道场的是保天香 我告诉大家 是不可思议的磁场的价值 所以真正的香道士 是这么合的 不是香水师 师父不是香水师 为什么 师父从来不太喜欢 用化学的做 根本不喜欢用化学来 调这个香水 师父是草本天然香导师 专门用自然的 自然的这个草本 为大家做出最好的水香 现香香粉 提升我们的能量场 这个就是真正真正的 做法 今天师父跟大家讲 如果没有传承的 随便随便 和这个香的话 我告诉你 一点 应该不可以讲一点 没有多大的作用 如果他不是香道士 第二个 你要看这个香道士 做出来的东西 你第一个问他 你有没有修行 他没有修行的话 没办法和好的香 第二个 你懂天文吗 他也不懂天文 没办法和的香 第三个 你懂草本吗 也不太懂草本 第四个 你懂地理吗 如果全部不懂的话 你觉得这个人 可以和出好的香吗 完全是不可能的 不要给外面的人 护佑或者骗 或者以这个 促效的方式 来做一个 很好的画面 真正的 我告诉大家 真正的香道士 是非常严格的 你什么都要懂 你什么都要会 师父走了多少年的 这个怎么讲 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 什么都要学 什么都要懂 才可以把这么好的香 做出来 供应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能够 这个获利 所以师父 非常地有信心 百分百地有信心 我们所做出来的香 非常非常地了不起 为什么呢 上天而辞的 所以讲回来 刚才那个故事 所以他孩子呢 就差不多 要往生了 真的是没有办法 他的妈妈就怎么样 他妈妈就静下来 问上天 上天啊 求你帮我救我的孩子 那么突然间 他一将禅定 一问的时候 再加上他多年来的 这个定力 前世的修行 我告诉大家 修行非常重要 再加上他前世的修行 他就可以 突然之间 在他的意念里面 这个 闪电般的打进去 叫他敷一种油 敷一种油 在你孩子的身上 哇 他一送到这个讯息 马上怎么样呢 马上就找 这个特别的油 那么他就做了 这个特别的油呢 就帮孩子的脸 跟整个皮肤 跟整个肉 全身涂了那层油 每一次油 差不多要干的 又在涂那层油 在全身 又在涂油 在涂整天每天 换那个特别的布 整天跟他涂油 告诉大家 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发生了 原本医院要放弃他 把他送回家 没办法救 他的妈妈就通过 这个天的讯息 然后呢 天就告诉他 你要用了这个油 把全部的皮肤 烧伤的皮肤 给治好 师父懂这个秘密 那么呢 这个呢 因为太秘密了 所以师父不敢在 现场直播去讲嘛 因为 有一点 有一点 敏感 以后师父看 上师父的课 如果师父有 开向道课的话 你来上 师父会跟你讲 这个秘密 那么就涂了 这个油在全身 大家猜 孩子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月过后 就好了 一个月过后就好了 原本要死的 他妈妈通过 上天的这个指引 然后涂了这个油 一个月 完全好到晚 而且妈妈告诉我 是什么 你不敢相信的 她说如果我 见到她的这个孩子的话 她整个脸烧伤 非常的严重 一除了那个油 怎么样呢 连烧伤在脸的疤痕 都没有 你说厉不厉害 当然身体 也有一些疤痕 很奇怪 她的整个脸 没有烧伤的痕迹 她说你根本都不知道 她是被烧伤过的 神不神奇 她只要用这个油 就可以帮了 她的孩子 救了医民 烧伤的脸 也就没有痕迹 我说这个也是太夸张了 可是师父非常相信 因为他讲了一个东西 上天恩赐给他这个妙方 所以这个大家觉得 神不神奇 很神奇的 所以师父告诉大家 改变命运 我告诉大家 师父每次讲一句话 在我们的修行当中 我们有Lod Balaji 我们有地藏 我们有三个传承的 我们是三个传承的弟子 你说有多厉害 大家是三个传承的弟子 师父接受三个传承的法脉 我告诉大家 We are able to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不可能 变成可能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三年 学员弟子跟着师父三年 他们的棋在身上 是变得很多 他们的生活水准 这个生活质地 是往上飙的 所以师父觉得 非常非常的开心 只要弟子们越来越好 这个师父是最大的回报了 只要看到你们笑容 天天跟师父报喜 这个是师父最大的回报 讲真的 没有比这个更开心的 因为师父的责任是什么 能够希望在师父生命当中 可以越帮越多人 师父就觉得 非常非常的有使命感 所以不但是师父本身 大家成为师父的弟子 跟学员 你们也是一定要去分享 这个自然草本的学问 让他们如何的 进入这个自然草本的用法 用水箱 用箱 用现象 来提升他们的能量 提升他们的职场 帮助他们的这个生活 提升他们的这个快乐指数 这不是单单师父一个人的责任 我觉得是大家的责任 大家是不是要看自己好 家人好 朋友好 社会好 跟国家好 这个是绝对绝对的 就这辈子 我们能够碰在一起 是善缘 就不枉此生了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 Shambala这个大家庭 宝伦师这个大家庭 是非常非常的欢喜 为什么呢 全部都是正能量的人 我们要每天为自己加分 不可以为自己减分 所以如果要讲这个故事的话 一共要讲三个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师父再给大家看这个PPT 我们要让所有的善因成熟 恶果不要成熟的话 善果成熟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五大元素 天使地理人和神灵跟格局 这个五个元素呢 你一包含一道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没有空间的进步 没有任何一个细缝的空间的进步 这个五大项呢 全部一定要怎么样呢 一定要这个做得稳 西曼从India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my life 所以这个呢 一定要做得稳 一做得稳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就非常棒 那么呢 再讲第一个 我们的学员 像Justin 分享 我就觉得他进步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那天他去吃饭 那么那个服务生 不小心把那个酱料 弄脏了他的裤子 他说师父 如果以往年的话 我一定是大喊大叫 呱呱叫 在那边complain 可是他跟师父修行 学相到 每天一记得 每天起来 就要做加分的工作 不要做减分的工作 虽然这个酱 倒在他的裤子 他也没有发脾气 他也没有complain 他就静静地说 没事就好了 哇 我说这个进步呢 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赞叹的 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赞叹的一个 而且我们的学员 我看了师父 非常的开心 说师父 自从我得度 皈依修行 跟用香之后 好奇怪 我发觉我的性格变了 我说你性格怎么变 以前我很负能量 想的都不好 可是一跟着师父学习的话 我整天都想都是真能量 整天都是为自己加分的 哇 我说这个是太棒 太棒了 这个是太棒 太棒了 Max Paul讲 五项本身 一项都没有 没关系 你跟师父学了 五项通通俱全 跟师父学了 得度归一之后 这个五项通通俱全 所以为什么师父 每一个月有一场法会 是因为师父算了这个天时 那一颗星 这个天时一下降的时候 这个磁场 这将我们本身参加法会 再来这个道场 有那个灵气在的话 我告诉大家 还有审理在 还有格局在 我告诉大家 每一场法会 这个五个因素一定在 所以参加每一个月 师父举办的法会 我告诉大家 绝对是改变命运的 法会 It's a life-changing ceremony 师父觉得 可以错过party 可以错过约会 可以错过任何东西 绝对不能错过法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法会 可以让我们 闲于凡真 改变命运 而且让我们的 善果成熟 恶果消灭 你说重要不重要啊 师父永远是觉得 非常重要的 Kalen也讲 Me too My temper not good Also many people say I've changed a lot 恭喜Kalen 恭喜Kalen 他本身的脾气不好 可是一归一一得度 用相说 突然间整个人 180度 变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真正的改变因果 真正的修行者 是什么呢 修我们的性格行为 把不好的改掉 创造我们的正能量 来影响周围的人 大家说是不是啊 王兴万 谢谢您 洪教仁伯切 Anthony Wong 超重要的 对对对 这个是超重要的 所以师父所做任何事情呢 都离不开这五项 天时地理 人和 神力跟格局 非常重要 所以讲神力 神力呢 怎么如何帮我们 改变我们的因果轮回呢 就是一定要神力 我们英语叫做什么吗 英语叫做 Divine Intervention Divine Intervention 就是说神力的切入 可以帮我们 扭转乾坤 我们一定要用 有这个 神力的加成 扭转乾坤 那么Max Poe讲 法会 在几号 每个月都有 那么六月的法会 是大法会 是超度大法会 六月二十二号 星期六 网上七点 星期六 网上七点 没问题 没问题 Richard 没问题 改次有空再来 所以记得 师父 所举办的法会 我告诉大家 你定了 这个日子 你看了 尽量尽量参加法会 为什么呢 是定时地理 人和神力 跟格局 五大元素 组成的一个大法会 是让我们 Eric你好 是让我们改变命运的 如果错过 师父也没办法 只要 错过了 第二个好办法 是什么呢 你就报名 报名 没办法了 你就报名 无所谓 那么如果人到 又可以报名的话 那个是 上等加上了 就是 Amazing的 所以师父要大家 很快 因为人生 没有多少个十年 很多人是什么 你去找 很多的大师也好 什么也好 你要辞多一点 做万 你要念多一点经 你就改变命运 我告诉大家 你再念再多的经 十年也是改不了 你念再多的咒 我告诉你 十年也一样的 因为什么 要有方法 念经念咒 是一个像 那个像是什么 这个就是 人 人和 那么你念经念咒 要有方法念 要懂得如何去做 就加上神力 再来 地点 天时 春夏秋冬 怎么去做 当然是格局 格局 就是 我们的风水位 还有很多 很多的格局的位置 在 WhatsApp 号码 报名吗 待会儿 师父会讲 如何报名 不紧张 待会儿 师父会讲 所以这一点 因果轮回的 这个元素 大家 一定 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 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已经是8点45 师父 才讲 已经8点45 师父 才讲一个PPT 如果50个 师父准备了50个PPT 我看要多少 我看大家今天camping 不用睡觉了 不会了 师父会 拿一些PPT 过出来 下个星期 两个星期后再讲 那么呢 春到夏 夏到秋 秋到冬 非常的重要的 好 那么师父 因为现在是夏天 我们的重要呢 师父再回顾一下 夏天的磁场是什么 夏天的磁场 就是春阳之季 春季的基础 打好的话呢 夏天呢 一定发展好 夏天的力量 就是大光明 火的力量 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用 火的力量 来催往我们的磁场 所以呢 春天生长为开运 春天生长为开运 夏天是什么呢 夏天就是更大的 发展空间 就是成长的过程 所以夏天是成长的过程 的时候呢 是我们的整个运气 我们整个磁场 跟能量 要最快的速度 把它弄上来 弄上来 我们可以等 弟子也很可爱 我们可以等您 讲完全部 哇 Elsson讲 Do it till 10.30pm So exciting OK 不会啦 是不是不会 耽误大家太多时间 尽量讲啊 幼稚 你好 10.30pm may not be sufficient 可能要12.30pm 当时我们 Marathon Marathon看师傅的现场直播 所以 非常的重要呢 就是夏天 记得 如果大家改变命运的话 夏天就是两个大力 两个因素 就是光明 火 光明跟火 这两个非常重要 要懂得怎么用 懂得不懂得用 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火盾大法 火盾大法 如果大家还没有报名火盾 还有没有时间 还有时间 报名火盾大法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指人 你要把你的名字 地址 或者是深层写再上去 写你的名字 那么呢 这一个小小的指人 就代表你自己 我们会放在坛城前面呢 用这个北斗七星灯 还有师傅拿到诺贝尔 颁发出来和平文化 讲的那个Metal 那个徽章是吗 一起呢 放坐在这个火盾大法 三个月 三个月 所以 所以做这个火盾大法呢 是非常厉害的 如果大家还没有做的话 要借用夏天的 这个火的力量 跟不动冥王的神力的话 跟格局的话 天时地理神力格局 做这个火盾大法 如果谁还没有报名的话 这个明天可以下来报名 可以来我们的这个 Sambala 来我们的Kage Puket报名 大家在这里呢 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地址 或者是阿逊什么 打我们的地址上去 所以新的学员们呢 可以明天 我们十一点半开到明天 明天就早一点关 大概六点关 为什么呢 我们网上就要到印度去了 网上要到印度去 所以大概十一点半到六点 所以大家还没有报名火盾大法的话呢 借用夏天的火力的话 明天可以下来报名 点三个月到七月到七月 五月点到七月 好 那么呢 夏天是五六七 所以大家都知道 所以借用火的力量来改变我们的磁场 破掉一切不好的能量 夏天第一要是 好 那么春夏秋冬本身呢 每个季节的变化都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我问大家 我问大家 在中国很明显 日本 韩国 这个欧洲的美国的国家 很明显是四季分明 那么我问大家了 新加坡有没有四季 新加坡有没有春夏秋冬 我问大家 你觉得有没有 还是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在脸书上 这个message 发一下你的答案 中国四季分明很清楚 欧洲 澳洲 等等的国家 四季分明很清楚 那么师傅问大家 新加坡四季不分明 可是有没有四季 Amber Jenny Soo Jovie Anthony Amy 讲有 Felicia讲有 微微的 Brisilla 也是讲 Have Li Zipin Yes Niko 讲有 Pake Low川 讲有 Justin 讲有 Way Wendin 讲有 对对对 大家达得很标准 很标准 很标准 新加坡虽然 Takashi Winsor 每个都讲有 Lily讲有 虽然新加坡 很好笑 很多外国学院 很多外国朋友 问师傅说 Singapore Do you have four seasons? I say No Only have three seasons Oh What are the three seasons? Warm Hot And hotter Drew 很热 超热 新加坡就有 这三个季节 没有别的 这个季节 就开玩笑 不过 真的 新加坡虽然 世纪不分明 不过呢 是有这个世纪的 那么告诉大家 在这个世纪当中呢 的变化 不 就是说 1234 4月到5月 一变 去夏季 你就知道会变 为什么吗? 因为很多人生病 很奇怪的 那么你再看 7月到8月 要变成秋天的时候 7、8月的时候 又很多人生病 又很多人生病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每换一个季节 如果我们身体的底 打不稳的话 一换一个季节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 怎么样? 身体受不了 他会生病的 虽然 Jenny Ho讲非常对 根本就是非常的对 为什么? 虽然新加坡 世纪很不分明 可是一换一个季节 我们的身体会感受到 Takashi也是 Miao Wei也是 Agree Lost of people for sick 对啊 一换季 4、5月 很多人生病的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 因为身体的 我们的身体很厉害的 It's the most intelligent computer in the world 就是我们的身体 最聪明 超级电脑 就是我们的身体 虽然我们做人 有点愚痴 不知道 换季节的 可是我们的身体 会换季节 Shaw Win 师傅 English I try to If I speak English and Chinese I hope I scare that I take up too much time Every seasonal change Your body will feel sick If you are not prepared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师傅每次讲 春天 不管是身体也好 我告诉大家 人不切 老师往上好 人不切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师傅有些人 会从手的皮肤 看的season change 也可以啊 从皮肤可以看啊 什么都可以看的 所以呢 记得 这个是讲身体上的 可是 大家知道吗 每换一个季节 身体都已经感应到了 是什么来感应到呢 是身上的磁场感应到 所以 身体的磁场呢 又控制我们什么 身体的磁场呢 就控制我们的命运 我告诉大家 Florence也是这样 Master my younger son Always sit when seasonal change 根本就是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身体要照顾好 除了身体以外呢 我们的这个身体的 这个磁场呢 也是代表我们的命运 所以每三个月 每三个月 换一次 我们的命运 变一大变 一小 一小大变 一小大变 不是 大家要听清楚啊 不是 pass motion的大小变啊 是small changes small medium changes 一小大变 不是pass motion的大变 每三个月 一小大变 我告诉大家 你如果你发觉 你一月很倒霉 你几月才会改变命运 四月才会变 记得这一点 三个月一变 一年一大变 中变 三年一大变 现在师父跟你讲 这个秘密 很少人告诉大家的 三个月 应该讲 三个月一小变 small change is not urinating 三个月一小变 一年一中变 三年一大变 我告诉大家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 很奇怪 师父从去年开始 差不多四五月 大概我们讲六月 差不多每六个月 就会被封为 拿奖 封为法王 封为伦伯契 每六个月封一次 为什么 三个月 三个月的底好 所以第六个月 大好消息 那么三个月 一转变 有小好消息 六个月大转变 一个不错的变 有好消息 九个月一变 有更好的消息 十二个月 一变 大好消息 所以大家要改 你的命运吗 你要靠你自己 你问你自己 你这三个月 做了什么 来改变命运 我告诉大家 人世间十个 九个 应该讲九个半 是没有做任何东西的 为什么 坐在那边 听天由命 十个人 九个人半 在那边听天由命 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呢 没有方法 没有方法变 不知道如何变 不知道如何变 真的不知道如何变 九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变 你知道我们大家有多幸运吗 师父学了那么多 师父会教大家 每三个月如何变 每三个月如何变 你知道我们是幸运的孩子 我们是佛菩萨被保护的孩子 佛菩萨把他的资产交给我们的手上 让我们能够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能够让我们改变命运 你说我们是不是备受保护的孩子 所以每次师父这么想 师父非常的感恩 师父每次想说 如果师父这一辈子 没有修行 没有学相道 没有把相做出来 师父要自己为自己改变命运 都不可能 因为没有方法了 如果有别的方法的话 早就有方法了 大家说是不是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想想看 如果这一辈子 没有相用来改变命运的话 没有师父跟你指点 应该如何改变命运的话 你不觉得 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师父每次很感恩 虽然师父研发的这些香 现香香粉 师父都很感恩 所有的香的产品 因为师父就跟宇宙讲 感恩宇宙的恩赐 没有你用这个香来提升 我们的能量产跟磁场的话 这辈子是无法改变命运 在最短的时间来改变命运的 所以这一点的师父 是非常非常的感恩的 所以师父今天讲 因果的这个 师父很懂得因果 如何 师父懂了因果 所以师父很有心 帮你改变命运 因为师父懂因果的操作 所以你只要懂了因果的操作的话 你就可以改变命运 所以因果的操作 它的那个frequency 跟它的graph chart是什么呢 记得 谢谢 Wendy 感恩 感恩一路 有师父非常同意 有此 那么师父真的 重新再讲 每三个月 一小变 那么这三个月 要符合春夏秋冬来变 我告诉大家 上天有好生之德 Thank you Alson 说感恩师父 上天有好生之德 才有这个世纪 我告诉大家 如果上天没有好生之德的话 没有这个世纪 如果上天不帮我们的话 也没有这个世纪 为什么有这个世纪 让我们有这个变数 让我们有这个造化 来改变我们的命运 如果没有这个世纪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命运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所以宇宙的这个运行 宇宙整个运行 都是如理如法 超自然 都是在帮我们 促进我们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所以才有春夏秋冬 这三个月 三个月一个小变 春天三月做得好 夏天三月做得好 你这个六个月做得好的话 八月你就有喜事 八月你就有喜事 非常的夸张的 大家要相信师父 这个师父走过来的 师父每六个月一个喜事 为什么 师父很会懂得如何怎么样呢 顺天则生了 逆天就则亡 很简单的这个道理 所以师父很喜欢文化 很喜欢印度文化 很喜欢中国 我们华人的文化 非常的喜欢 因为他博大精深 非常的有智慧 逻辑科学 所以非常的不得了 所以每一场法会 大家要珍惜 师父真的是用心良苦 选时间 选日子 做什么法会 还要想到天地 人 神力 跟格局 这五大项 筹备这个法会 我告诉大家 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那么还有五十五位的弟子们 跟着师父去印度 受风的时候 去参加这个九千人的大法会 也是 恭喜大家 天地人神力 格局的五大 五大 这个吉项 来帮我们 加分 不但是加一个分 加了无数分 而且是提升我们的能量场的 所以如果有些学员没有跟我 错过这个印度之旅的 不要伤心或者失望 师父每年 他一定会举办一个高能量场的旅行团 一定会举办一个的 所以这是错过 没关系 下一次都可以参加 不过最重要 一定师父讲了 在讲苦口婆心 我们有法会的话 一定要参加 为什么真的 你错过一次 错过一亿了 为什么 这一场法会 你来的那么一次 原本不可能的事情 也会变成可能 原本没有办法救的 也会得救 我告诉大家 不要小看这些法会 而且能够帮助你最大的 师父讲过 你要进士跟来士 像这些高等人物的话 你一定要得度归义跟修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除非你对你自己放弃了 法会可以先报名一整年吗 没有 先报名一整年 是一个月一个月报了 谢谢 谢谢Max的 这个那么那么的 supportive 明天你来 明天你来 可以报火盾大法 还有超度 师父会讲六月的超度 待会儿会跟大家讲 所以讲到这个 大家永远要记住在脑里 问自己 每三个月 我做了什么 来改变我的命运 那么现场的观众 或者新的观众 或者学员们 这个是非常好的 怎么讲啊 scale 这个非常好的 这个尺度 来帮我们量 我们的命运 是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差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PPT 每个春夏秋冬的变化呢 如果抵达的不稳的话 就有这种磁场 差 春天差 夏天很差 秋天非常差 冬天就极差 它的磁场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这个也代表什么呢 这个也代表春夏秋冬了 所以冬是什么 寒冬的时候 没办法冬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如果你春夏秋 既没有改变命运的话 你的冬天就来得 非常的极差了 所以这个呢 师父一定要告诉大家 这个是因果循环的 它的本身的 way of working 它本身的自动的轨迹 因果的自动的轨迹 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 所以如果你听话照做 听师父的话照做的话 所以你看每个季节 就很多人生病 如果你听话照做的话 春夏秋冬 你的底打得非常好的话 就有什么下场 我告诉大家 春天好 夏天很好 秋季非常好 冬季极好 是不是很厉害啊 是不是厉害啊 问大家你要选哪一个 每一换一季节越来越差 还是你每换一个季节 越来越好 全部靠你自己的手 怎么说 靠你自己掌握你自己的命运了 所以师父每次讲 不是师父本身的责任 而且是你们大家的责任 你们一定要跟师父学 用心地学 如何改变命运 提升能量场 帮你的家人 帮你的朋友 告诉他们 分享给他们 说你要改变命运 你问你自己 你这三个月 春天你做了什么事情改变命运 没有 没有 你就怎么样 就越变越差 你就被命运所安排 要你上就上 要你下就下 我们要过这种日子吗 绝对不要 我们要过着自主的命运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 命运在我们的手上 不在他人的手上 永远要记住这个 不要因他人的负能量 阻止你往前进步 师父永远每次要告诉大家 跟所有的弟子 永远记住这一句话 命运在你自己的手上 不要因外界人事 或者是怎么 任何的影响 影响你往前进步的 阻挡你呢 你绝对不能让这些来阻碍你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师父本身也是这个性格的 师父本身呢 一定是往前去冲的一个人 为什么呢 能量场越渐越大 越渐越高 越渐越大 所以呢 所碰到的人事与物呢 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师父也希望 大家跟师父一样 记得 能够帮自己改变命运的 往前冲 往前做 绝对见到效果 而且每次问自己 春天我做了什么改变命运 夏天我做了什么改变命运 跟着秋天冬天 我做了什么改变命运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的话 我告诉你 你就在那边 怎么样 在那边等死 在那边让命运来折腾你 折磨你 你觉得划不划算 是不划算的 我们做人的权利呢 绝对是幸福美满开心的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师父讲了 做人呢 就活了两个字而已 做人就是活了 为了这两个字而活 而且是 只有这两个字 才能够活 这两个字是什么 就是开心 做人就是寻开心 做人就是要开心 就是要开心 我们才会往前冲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做人很简单的 人没有多困难 也没有多 这个复杂的 只是两个字 就是开心 所以如何开心呢 只有高能量场的人 才会开心 所以大家记得 问自己 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我们做了什么东西 来改变命运 你就知道 你是不是命运 在你的手上 能够有自己的造化 大家说是不是 每换一个季节 就有喜事 就恭喜大家了 好 那么科学也证明 每个季节 每个季节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学员 刚刚分享的 谢谢师父 我从去年八月 到今年的一月 五个月 左脚扭到三次 二月 看见师父 师父叫我用金刚水香 和贵妃水香 对对对 再扭到的脚 只需要轻轻地揉就可以 到今天 我的左脚不再扭到 我还刚刚从台湾回来 爬了阳明山 一切都很好 谢谢师父 非常感恩 非常好 所以大家知道 为什么有那么神奇的事情吗 因为师父所做的水香 是天所恩赐的 天所恩赐的 所以师父每次讲 师父只是一个天的使者 师父按天 照做事情的人 所以师父每次都觉得 师父是天的使者来的 所以身为一个天的使者 师父一定会好好的去 完成这一辈子的命运跟使命 所以这个使命 就是把知识交给大家 而且交给大家 最快最短的时间 来改变你的命运 好 那么科学家也证明了 每个季节的转换 会影响我们的头脑 会影响我们的头脑 那么为什么会影响头脑呢 大家觉得为什么每换一个季节 会影响我们的头脑 好 大家可以在脸书上发一下 你们的认知 不管对或错 无所谓 是好玩吗 大家觉得为什么每换一个季节 会影响我们的想法跟头脑 是什么因素影响的 这个也是英国的天 所以师父很了解的 整个宇宙的循环 师父很了解 所以师父可以在现场直播 讲了这个英国论 讲了第五堂了 多两个星期就讲了第六堂 是什么因素 一换的季节 影响我们头脑的想法 那么L生讲 frequency and vibration 又词讲 磁场地球在转变 还有吗 大家的答案都是很不错 很不错 有没有要答的 如果没有的话 气候的变化 我又生讲气候变化 Anthony讲感觉 Jenny讲频率 Jobie讲climate frequency energy matching 量子波动 你们都是超博士的 哇 终于看到标准的答案了 Praying答的最准 Praying答的最准 太阳的光跟温度 改变我们的思想 五行转变 都对都对 不过最直接的答案 为什么换一个字节 会变我们的命运 会改变 身体会生病 或者是强壮 头脑本身的分析 为什么会变每个季节 是因为太阳的光跟温度 没有别的 只有这个 太阳很厉害 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们有事迹吗 是因为太阳的光跟温度 没有别的 所以太阳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这个 我们一定要懂这个 宇宙的运行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命运在手上 能够造化我们的命运 所以第一点 天使我们一定要认识它 不认识它 没有办法改变命运 所以每一个季节的变化 就是太阳的影响 太阳的影响 影响了季节 而且影响我们的脑 世纪都会影响植物和动物 更不用讲人类 大家说是不是 对不对 太阳只是一变而已 地球的转动一变而已 树叶就会落 树叶 树就没树叶 或者种子会发芽 只是一样东西 是什么东西 就是太阳 没有第二样 神不神奇 一个太阳而已 我们云和系有九个行星 单单讲一个太阳 就能够变化四季 你说它的威力有多大 所以九星当中 金木随火土星 还有天王星 明王星 还有太阳 十颗星 所以这个十颗星 里面最老大 就是太阳 如 we讲 二十四气节 与我们五行经脉 联系 对的对的 这个是标准答案 perfect 那么呢 记得 记得 这个太阳呢 本身影响世纪 影响头脑 影响我们的想法 所以呢 太阳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么呢 还有讲 我们的身体是个小宇宙 天上有的 我们身体也有 所以呢 天时影响我们的身体 地理影响的质量 也影响我们的身体 所以这一点就解释到 天地人三财 好 那么呢 太阳的光线影响四季 植物 动物 人类 那么师父 刚才不是讲吗 太阳在天上 我们人生 太阳在哪里呢 我们的人生的太阳 就在我们的心轮了 记得这一点啊 记得这一点 天上的太阳 整个宇宙 是大宇宙 我们本身的 这个人的身体 是小宇宙 所以为什么 密宗是这么厉害 密宗厉害在哪一点 它的觉 它的觉在哪里 它的觉是很认识 我们这个小宇宙 如何链接大宇宙 这就是密宗的教义 没有别的 密宗的教义 很简单的 很科学的 现在跟大家解释 密宗 不管是白教 红教 花教 这个 绝南派 黄教 唐密 全部的密宗的学复里面 只叫一样东西 如何把我们的小宇宙 链接成大宇宙 这样就达到 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个就是密宗的修为了 杨永 你好 所以记得 天上的太阳 身体一定有 那么身体里面的太阳 是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这里的中间 就是我们的这个 唐中穴 也就是我们的心轮 这个就是我们的太阳 这个就是我们太阳的位置 永远记住了 那么这个也讲了 这个心代表着太阳 那么心代表着太阳的时候 在密教的智慧里 心也代表什么呢 我们的意 我们的想法 直接影响我们的心轮 那么在这个 草本学 七轮学 太阳是在我们的心 那么在密教来讲 有身口意 意就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意念是在哪里呢 是在我们的心 意念是在我们的心 所以是怎么讲 所以宇宙无太阳 万物则不生 万物无心跳 必亡 所以 大家说有没有道理 如果宇宙没有太阳 整个宇宙生存不了 那么万物我们 人 动物 或者是这个 不管你是 人 动物 昆虫 如果没有心跳的话 每个都死掉 大家都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古人很聪明的 古人很厉害的 所以太阳 就带在我们的心 就在这边 因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现在师父在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 这个 怎么讲 一个举例 一个举例 为什么要带佛牌 我问大家 为什么要带佛牌 不管什么宗教 婆罗们叫 印度教 道教 佛教 西方的 Catholic也好 怎么样也好 我们不是很习惯 有些人 我们都有习惯 带这个佛牌吗 为什么带佛牌 又只讲 发出光明 大家赶快写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互动 可以互动一下 还有一点时间 为什么会带佛牌 Shade away negativity Shade away negativity 保护心轮 发出光明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地址学员 观众们 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要带佛牌 他的文化是怎么来 古人为什么有这个习俗 以心轮互相共整 这个讲得很好 保护自己的气场 也对 Protect the Heart Chakra 也对 慈悲有忽悠 加持力忽悠 好 那么师父就解 这个疑惑 大家 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 意念信仰 念切佛牌力量 不让邪气入侵 避凶 OK 都很标准 Remind us practice Buddhahood OK 都很标准 可是师父 今天跟大家解答的 这个 为什么要带佛牌 Jasleen讲 Spiritual Protection 为什么要带佛牌 古人为什么有这个文化 这个大家就没有问了 对不对 可是师父本身的性格 我做什么事情 都要问到 打破砂锅 问到底 这个师父的性格 带佛牌 很多人都带错 那么师父现在教大家 如何带佛牌了 带佛牌呢 有些带得很短 有些带得很长 那是错的 因为大家现在知道了 我们心轮是个太阳 太阳这里的一个穴位 叫做唐中穴 万因切入唐中穴 全部不好的东西 来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它第一个地方 很容易进去 有一道门 这道门很容易让我们负能量 或者正能量穿进去的 这个门在哪里呢 大家永远要记住 就是我们的唐中穴 唐中穴本身的万因 万所有的负能量 第一个地方 它会进去哪里呢 进去我们的心 唐中入阴之门 唐中穴是入所有阴气 负能量之门 就是唐中穴 所以古人知道 这个唐中穴很容易 很容易被入侵 然后怎么样呢 就带佛牌 记得带佛牌的位置 一定要在心轮这里 唐中穴这里 带佛牌的这个位置 是唐中穴的这个位置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是带下或者带上 或者带在旁边 一点用都没有 我告诉你 这个是非常科学 非常逻辑的 我们知道太阳是在我们心轮 保护我们这个太阳 如果你们有带佛牌的习惯 你就带在这个唐中穴 唐中穴是什么地方呢 两个奶头画一条线 就是唐中穴 两个奶头画一条线 就是唐中穴 那么师父曾经有跟一个学员讲 两个奶头画一条线 唐中穴 说师父你这个标准不太准 我说为什么不太准呢 我的奶奶七八十岁 她的奶头已经掉到这边了 她的唐中穴不可能在下面 对不对 那是我笑翻了 我说你怎么会想到这里呢 另外一个 如果比较准的量法呢 就是手臂的这里 第一块肌肉 手臂的第一块肌肉 这里画一条线 就是唐中穴 这个是太好笑了 真的真的 太好玩了 那么唐中穴呢 你很容易发现现了什么 大家现在 大家现在呢 用手按住你的唐中穴 如果你按对的 你会有酸或者痛的感觉 来大家按一下 因为师父练气 师父懂怎么弄这个 所以师父已经没有感觉了 你唐中穴一开 我告诉你 没有硬气可以露你的身体 所以大家按一下中间 有没有酸酸的地方 如果有酸酸的地方 那个就是你的唐中穴 大家按一下来发一下简讯 这个唐中穴有没有酸酸的 有没有酸酸的感觉 发一下说有 所以师父就知道 有些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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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saw pain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你的心轮没有真正的开 你的心轮没有真正的开 现在师父会教你怎么开 今天大家赚到了 师父会给你这个免费的 帮大家开心轮 very pain 真的痛的 为什么你们会痛 因为你们没有启动这个轮 你们没有启动这个轮 有些一按就痛 一按就痛 有些痛得不行 我告诉你 师父 教你怎么痛这里 痛这里 你就痛了你心中的太阳 哇 你就不可思议 你就不可思议了 好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 这颗心注定我们的轮回跟去处 如果心充满负能量执着 会投胎在执着的地方 如果我们心贪一样东西 你死后就会去那边 所以佛陀教 佛陀教 可以拥有 可以用 可是不要执着 不要去打贪 这样就很保险 这样就很保险了 大家明不明白 好 那么师父现在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另外第二个 因果的故事 一个加沙的故事 好 这个加沙美不美和美 那么这个故事很短 与一个方丈 与一个方丈 在一个寺院 一个方丈 在中国 一个方丈 在一个寺院的一个方丈 人家送给他这个加沙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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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喜欢 很喜欢他这个 很美很美的加沙 他就告诉自己 这个加沙这么美 我拥有这个加沙 每次穿在身上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他就喜欢这个加沙 虽然他是方丈 他有修行 因为他的这个执着的念头 喜欢他身上的加沙 他往生的时候 他没有往生到天界 他没有跟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 都没有 修行好 对不对 方丈很好 下辈子应该投胎很好 对不对 你猜他投胎变成什么 大家觉得他投胎变成什么 他太喜欢他的加沙了 他爱不失手 我太喜欢这个加沙了 你猜他投胎变成什么 大家可以在脸书上 发一下你们的答案 说他到底投胎是什么 他是方丈 修行还不错 可是太贪他的这个加沙 他投胎变成什么 Sickworm Snell Jennifer Sari Again 我告诉大家 不会变成 Club这些 投胎不会变成这些的 变孔雀 没有 我告诉大家 这个会方丈 投胎变成什么 变成 虫子 这个虫是什么 虫呢 布虫 布虫 衣服收久的时候 会生出虫 所以 这个方丈 就变成 这个虫 每天 每时 每刻 就在这个加沙那里 动也不动 只在加上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就在那边了 可不可怕 只是一个念头而已 只是一个执着而已 虽然修心念咒 持咒念经 一大堆 有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临死之前 还告诉自己 我太喜欢这个加沙了 我要永远拥有这个加沙 他就死了 一死的时候 他的神识就怎么样呢 就grab grab attachment 执着于这个肉 他就突然之间 他的执着地说 我们的这个磁场 很厉害的 他就会站在 这个磁场 会站在这个衣服上面 然后怎么样呢 就变成怎么样 就变成 这个衣服的衣虫 可不可怕 我们可以拥有 世界上任何东西 可是永远记住 有两个规矩 有两个逻辑 跟有两个做法 这两个做法是什么呢 第一个 不能执着 不能执着的 第二个呢 不能怎么 不能贪爱于 那个东西 你就会很麻烦 你修什么都没有用 你修什么都没有用 Floren讲 before we die everything just donate away no attachment 别执着 对的 别执着 那么人 OK 大家知道这个理论 大家现在已经知道 这个理论 佛陀讲的 你临死之前的念头 是最重要的 你执着什么 你就去那一个地方 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你执着什么 你就去那一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这个空 这个什么 无中生有 大家有没有听过 无中生有 从没有的东西变成有 那么在我们时常见的东西 从没有变成有 是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 有没有一个例子 How about attached to people we love 啊 Jennifer knew的文很好 How about to the people we love OK 现在师父会讲 第三个故事 是什么 the people we love and we hate the因果论会是怎么样的 大家想听吗 留意 不要走开 要留意收看 师父的直播 师父当晚会告诉大家 the people you are attached with hatred and with love what is your karma and your reincarnation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 执着于那个人 或者很讨厌那个人 你下辈子会有怎么样的遭遇 师父会跟你讲 好 所以记住 所以师父每次讲 得度归一 跟师父修 跟佛菩萨修行的话 可以不用走这些 那么危险的路 师父会指点你 要死之前的念头是什么 如何的死 下一辈子如何的忘 这辈子如何的改变命运 这一点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大家说什么不重要 超级重要的 如果大家觉得 不重要的话 师父也没办法了 下辈子 或者几辈子 再来见面 再来救度 不然真的是没办法 Jenny Ho讲得对 所以她 summarize 师父讲的 This is a too mandatory important rule to remember Avoid strongly attached to something and too greedy on something 对的 这个是对的 要示众师父有方法的 会教大家 好 那么呢 我们有方案的 如何增加 加强我们心轮的光明 第一 个人或者是生日的水箱 第二个呢 七号的水箱 这两个水箱 是增强能量场的 如果我们没有带佛牌 师父也没有带佛牌 所以师父怎么 每一次出门之前 如何保护我们的这个心轮 一定是喷 第一个 个人水箱 如果大家还没有 给师父做 你个人好的水箱 可以报名做 或者你 如果你去找 你是哪一天出生的 像师父是星期四出生的 所以师父出门之前 一定用星期四的水箱 或者香水 你们叫香水 应该正正的用词叫水箱 星期四的水箱 碰在你的心轮 转久回 出门之前 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如果没有带佛牌 师父也没有带佛牌 所以师父出门呢 一定用自己生日那天四号 碰在心轮 转久回 或者你本身用七号的水箱 Raviva 七号的草本 全部都相应着天上太阳的磁场 七号的水箱 非常的厉害 就是这个Raviva 这个Raviva 你懂Raviva在凡语叫做什么吗 Raviva的凡语叫做太阳 这叫做太阳Raviva 它的凡语叫做太阳 所以师父把这个水箱 称为太阳的能量场 所以这个太阳能量场里面的 十八种的草本呢 就是太阳的磁场 所做出来的 非常可贵 珍贵的 太阳心轮的这个水箱 所以这个水箱呢 也可以用 每次碰在心轮 转久回 可以往上碰 七号可以往上碰 你当天出生的日子 可以用 在早上 来碰这里 心轮 这样子一做呢 就可以增加 我们的心轮的 太阳的磁场了 这样子就会非常好 那么大家 为什么会知道 像从这个中医师 或者是草本学来讲 这个心轮啊 中医讲是万因 接入能够 有的 已经manufactured 很多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心轮的 这个 这个 唐宗穴 唐宗穴讲 万因 接入 接入唐宗穴 为什么呢 人家讲你一个坏话 哎呀 我很伤心 是不是这样讲 人家讲你的坏话 哎呀 我很震恨 我很生气 为什么马上 人家讲你一句话 可以动摇你 是因为它的负能量 直接打入我们的心轮 你的心轮没有门关 你的心轮没有门关 所以很容易给外界的人所感染 所以师父告诉大家 我们一定要成为佛陀的勇士 任何事情动摇不了我们的心态 任何一切事情动摇不了我们的太阳 心中的太阳 不可以给它乌云盖布 一定给它明测亮丽 大家说对不对 所以如何有一把门锁住它 不把负能量直接供到我们的心 第一个方法 再给大家看 第一个方法 用个人的水箱 或者你懂你哪一天的水箱 用上它 碰在我们的心轮转球下 或者是用七号的水箱 碰在心轮 这个可以增加我们的心中的太阳的光芒 第三个方法是用金刚王水箱 排出心中的负能量 如果你已经觉得你很忧郁的 很悲观 很有负能量的 心中还是放不下的 很多的不满 你就要先用金刚王这个水箱 每天早晚两次 喷在你的心轮转球下 它就可以去掉 已经伤了你的这个太阳 变成什么 雾云密布 看不到太阳 在你心 虽然有太阳在里面 你看不到 为什么 你给太多的心结 给结住 给绑住 太多的痛苦 你没办法呼吸喘气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一定要用这个金刚王 你就一定要用金刚王 所以记得七号的水箱 或者是个人当天的水箱 一到七 是增加我们的心轮的太阳光 如果心中很不舒服 很怨恨人伤心的话 你就要用这个金刚王水箱 来把心中的这个乌云密布 给它撤开 重建心中的光明 这一点呢 就是改变命运的其中一个最快速的方法 重建光明之日 大家是不是 师父讲了 世纪是什么 所主宰太阳 人的本身也有世纪 人本身的世纪谁主宰 心轮 也就是太阳 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一点的话 我告诉大家 你问任何人 全世界的人 师父敢讲 只有听师父这个现场直播 才懂这个秘密 一般人都不太懂这个秘密 如何单单做这个动作 是我们开启第一步的运程 为什么 我们不能让我们自己身体的世纪 枯甩 大家说是不是 虽然太阳在天上 世纪是在我们外面 可是我们身体也是有世纪的 以后师父再慢慢讲 那么身上的世纪是谁影响的 是我们的心轮所影响 心中的太阳的光影响我们的世纪 所以心中的太阳光不调 身体不调 世纪不调 来了很多病 而且运程非常的差劲了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我这喷了四五七六二三 什么水都用了 那么为什么很慢 或者是没有功效 或者怎么不像别人 为什么一喷了就有功效 我告诉大家 师父曾经讲过了 那些学员 弟子们用了很有功效 很快见效 因为他的心中的太阳已经很明亮了 就很快 你问你自己 如果你的心中没有那么明亮 怀疑心 有压不压 有没有用 我告诉你 这个乌云密布的话 我告诉你 你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才可以减小 你坚信 不宜 听话 照做 去做的话 师父赶保你 在最短的时间 你就能够改变你的命运 很简单的方法 没有太难 他的秘密在哪里 因为师父让你 心中的太阳 从间光明 你在从间 这个心轮是一把钥匙 开我们的命运的密码的钥匙 开我们未来越来越好 正能量加分的钥匙 就是我们的心轮 那么如何把这个光明打开呢 就是用七号的水箱 或者是本身胜众的水箱 如果已经有负能量在心的 把它弄掉 Jenny Ho讲 今天收获满满 对啊 每次师父的心掌直播 都会收获满满 Jenny讲 This is so true 听话照做 根本就是一定要听话照做 如果已经不开心的 你就要听口 就把负能量除掉之后 把听口把心中的不满 除掉之后 再碰上七号的 这样子呢 就很快很快 你可以重见光明 单单师父讲这个很表面 只要你得度归一 师父会跟把所有的如何打开心论的秘密交给你 你就从此之后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而且下辈子投胎 投胎到大幸之家 如果你做人的话 如果回去天上的话 起码你做一个天王的公主或者王子 要不要啊 肯定要 所以不要错过任何机会 来为自己加分的 好 所以呢 这个呢 2跟3呢 为了感恩大家的支持 有一个促销 Flash Sears 原本呢 这两个30ml的呢 110是一罐吧 两罐是220 那么今天大促销是没有220 这两罐加在一起 30ml呢 只有176元 那么就等于一罐才88元 这很便宜了 是20%的discount 20%的discount 所以现在阿璐会把这个link发给大家 那么大家呢 按了那个link呢 可以 现在下单 应该现在下单会有点的interruption 的学习嘛 等师父这个直播一讲完的时候呢 就可以下单的 就可以下单 就是说7号的这个水箱 跟这个 Kinko的这个水箱 这两罐是30ml的 原本是220的 因为今天感恩大家看师父的现场直播 所以师父呢 这两罐呢 就没有220 就176元 就是打了20% discount 20% discount Must be disciplined 师父把秘密交给我们 We must help ourselves to achieve changes resulting to positive energy 一定的 师父只能做到这一点 师父懂得就交给你了 你们做不做 师父没办法控制 师父也不是dictatorship 我一定要 你一定要 师父不会这么做 全部很有自由的 你自己有自由选 你要改变命运吗 你有你自己的自由选 你这辈子 下一辈子 要不要越来 还是越来越差 这个是你自己去选的 师父没办法 师父的责任是什么呢 教导给大家 教导给大家 所以这一点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师父要介绍给大家 第三个故事 这个第三个故事 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故事 今天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的 所以大家 大家听到这里 精不精彩啊 已经九点 暂时五分了 想再听吗 想再听 师父就再讲 如果大家困了 师父就下课了 OK 如果大家觉得 还可以继续听的话 可以大家 给师父打一个留言 说我要听 我要听 师父讲第三个故事 有没有啊 OK 要听要听 OK OK 现在多少人看 现场直播 师父真的不知道 YES 全部都要听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 OK 太精彩了 还想听 YES PLEASE Continue OK 大家现在当成看一部 电影 看一部电影 可是不是电影 师父讲一个故事 一百二十 OK 好 那么来 我们吉尔共听 继续讲 OK 好 师父先喝口水 好 那么师父现在开始讲 这个精彩的 英国轮回的故事 这个故事来自呢 有一个很有修为的 密宗的法王 很有成就的一个 密宗的法王 那么这个 密宗的法王呢 他有一次呢 走在街上 看到一个东西 这个法王 就是一个修行者 他在印度的时候呢 就走在那个街上 去market 去走在这个街上 就看到一样东西的发生 那么这项东西 一发生的时候呢 他用他的会眼 就看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 他的因果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这点呢 是非常非常 哇 我觉得非常震撼的一个故事 所以呢 师父就 用这个 来跟大家分享 让 让我分享一个 英国轮回的故事 给大家 英国夜报 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那么这个成就者呢 在印度走街的时候呢 就看到 这个 印度夫人 一只手呢 抱着婴儿 另外一只手呢 买了一条鱼 真要回家煮来吃 他只看了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幕 没什么不同嘛 对不对 你看人家买菜呀 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 因为他有天眼 有慧眼 他就看到一个 印度妇女呢 抱着一个孩子呢 另外一个手呢 就拿着一条鱼 他就看到她 那么为什么 会让这个 成就者呢 突然间会关注 这个女的 因为突然之间 有一只狗 冲上来 抢走他的鱼 他就很生气 一脚踹这个狗 跟这个狗打架 踹了这个狗 跟这个狗打架 为何会碰上 狗抢鱼 因为英国成熟之时了 师父就讲了 英国怎么来的 天人地 合起来 英国就来 好 这个呢 是什么 那一天 天使 他就去这个market 抱了婴儿 拿一条鱼 走到那个地方 刚好碰到什么呢 碰到这个狗 那么狗呢 也莫名其妙 狗是不吃鱼的嘛 对不对 那狗饿到不行 狗饿到不行 看到手上 拿这么大的鱼 就往前抢了那个鱼 这个妇女就很生气 就怎么样呢 就用脚去踩 踩这个狗 所以因为有这个 有这个事情呢 使这个成就者 怎么样 很好奇 他们怎么因果 可以搞到如此的下场 那么呢 现在师父就讲一个故事了 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 有一个男孩 有于是 有这个婴儿 生在一个贫穷的家 非常负能量的家 为什么这个男孩 会投胎这个负能量的家 到底有多负能量呢 第一个呢 先讲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好吃懒惰 懒惰 怨天尤人 把孩子 孩子长大之后呢 把孩子所赚的钱 全部堵了清光 输的钱就殴打了他 这个就是他的爸爸 每天就喝酒 赌博 欺负妻子 欺负孩子 就是负能量的一个家庭 可不可怜 很可怜有这种爸爸 然后他的妈妈 又是什么样的妈妈呢 他投胎 他的母亲就心处不振 骗财诈骗 他的母亲也不好 爸爸每次赌 妈妈每次没有钱 就怎么样呢 就行骗 诈骗 就赚取他的钱 所以他的父母本身 都已经是非常不好 所以他从小 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 你觉得这个小孩子 心里会怎么样 也是不好 所以这个孩子怎么样呢 我们就来看他的故事了 他为了设长到之后结婚 有了新欢 把老婆给杀掉 他就把老婆给杀掉了 哇 你说 在这种家庭是什么因果 很可怕的因果 想想看 投胎在一个很穷苦的家 爸爸训酒赌博 又殴打他们 妈妈本身又没有钱 又诈骗 这个骗钱 本身长大 在这个环境里面 然后长大之后怎么样呢 娶着老婆 又贪别人 又有小三小四 然后跟老婆争吵 又把老婆给杀掉 又把老婆给杀掉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其中一个 一个投胎的一个故事 可不可怕 大家觉得可不可怕 惨不惨人 这种命运 如果我们没有修行 我们没有增加我们能量场的话 搞不好 我们下辈子就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地 怎么样呢 要非常地小心 我们要非常地小心 记得每天为自己加分 不是为自己减分的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我们就再来看了 这个活佛呢 讲了一句话 因果报应 轮回不虚 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这句话 大家永远要记住在心 因果报应 轮回不虚 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不是你做了坏事 明天就有坏事发生 在你上不是的 是它是慢慢累积的 慢慢累积下来的 一累积到 它要爆炸的时候 报应就来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每次讲完 因果报应 轮回不虚 是什么 它是真的 轮回因果 是真的存在的 不是不报 是时间还没到位 所以不要乱做 不要每天减分 一定要为自己加分 所以这点呢 我们一定要跟圣经人 去学 好 这个女的 是谁来的呢 报这个baby 跟这个鱼 这个女的是谁来的 这个女的呢 就是当前世的 这个贫穷的 这个男孩 杀死他的妻子的 这个男孩 这辈子呢 变成女的 为什么他前世是 杀死老婆 他是男生 那么为什么这辈子 他变成女生 因为他不注重女生 他三妻四妾 伤了女孩子的心 他一定要把他 他的因果 就把他变成 来一次变成女生 来还债 他就要感触到 身为一个女生的心态 是怎么样的 让他去学习 所以呢 做男的 你不可以大男人 一直欺负你的太太 我告诉你 你下辈子就变成女的 你只要疼你的太太 尊重所有的女孩 你就安然无事 你就安然无事 师父在跟你讲 这个因果 所以这个男的前世 前世就是怎么样呢 杀死太太 不懂女孩子的心态 欺负女孩子 所以他的另外一世呢 就变成这个妇女了 大家说可不可怕 而且是穷人家 好 那么呢 我们就来看了 这个婴儿是谁呢 是他前世的妻子来的 哇 这个婴儿就是他前世的妻子来的 哇 我告诉你 这个因果轮回 大家还记得吗 他的前世杀死他的太太 因为为了别的女孩子 所以呢 他欠了他的太太的 这个情债 跟钱债 所以呢 这个太太呢 就会怎么样呢 就全自动化 变成他的孩子 要养这个孩子 养一辈子来还这个债 所以有些孩子生出来呢 是谁来的 是他前世杀他的 他前世欠的 所以呢 这个妈妈要养这个孩子 要养到他很大 而且这个孩子呢 一直花妈妈的钱 花爸爸的钱 给父母很多麻烦的 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 是因为他前世杀了这个太太 这个太太就变他金色的孩子 永远要养着他 因为他前世杀他 金色要还债 大家说是不是 这个就是因果 那么这个佛佛又看到 这条鱼又是谁呢 这条鱼也是很恐怖 这个鱼是他前世的父亲 这个鱼是他前世的父亲 为什么他的爸爸变成一条鱼 好吃懒做 花孩子的钱 赌博出了清光 又好吃两错又酗酒 这就变成了那条鱼 我告诉你 他变了那条鱼 他的这个儿子 钱是因为他 一直花他的钱 对不对 拿来赌博 又打他的孩子 欠他的 所以他变了一条鱼 所以他孩子呢 身为这个女的 会买这条鱼 来煮来吃他的钱 是他爸爸 为什么会煮了这个 咸鱼 就咸鱼 没办法翻身 给他来讲 给我们是咸鱼翻身 这条鱼 是钱是包 为什么 因为欠他的孩子 欠太多了 所以这个孩子 这一辈子 会买这个鱼怎么样呢 吃他的爸爸的肉 来还清他的债 所以来还清他的债 可怕吗 很可怕的 这辈子不能诈骗 不能骗人家的钱 不是你的不要拿 我告诉大家 不是你的不要抢 不是你的不要骗 不是你的不要拿 你拿了之后 骗了之后 拐骗了之后 我告诉你 下辈子就怎么样 便鱼便肉 还债 给他人吃 可不可怕 很可怕的 记得这一点 不要贪小便宜 好 那么这个活佛 看了这个之后 哎 贪心一场 叹气又再叹气 那么这个狗 又什么一回事 这个狗 就是他的妈妈 这个狗 就是他的妈妈 他妈妈不是 诈骗七财吗 下辈子就变成狗了 我告诉你 那么这个狗 不是我们讲的 好命狗 是流浪狗 没得吃 为什么 骗人太多 他就变成狗 每天挨饿 突然之间 他就看到这个女的 拿着这个鱼 这个鱼是谁 他很恨的这个先生 每天好吃懒做喝酒 赌博 他很恨 对不对 前世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他的先生变一条鱼 刚好碰到 这个先生变一条鱼 他心中很恨 可是没办法解释 他就往上 就咬那个鱼 要吃掉那个鱼 为什么 这个要还债的 这个先生欺负他的妻子 欺负他儿子 变成一条鱼 两个人共吃他的肉 要还债的 可怕吗 非常的可怕 我告诉大家 非常的可怕 这个六七轮回的故事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师父一直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真的很吓到 真的有一点被吓到 我相信在场的学员 弟子 观众们 你听了师父讲了这个公案 感觉怎么样 大家觉得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没有想到的这种局面 想都没有想到这个局面的 我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的局面 什么样子局面 师父再给大家看一下 变成女的 因为他不中女生 孩子就是他杀死的妻子 鱼是他的父亲 父亲化为鱼要还债 母亲变成一条狗 也要还债 而且看到父亲变成 恨的要把他咬掉 那么孩子前世 对母亲的不满 所以这辈子 母亲也要挨 这个女孩子的一脚 也要挨这个女孩子的一脚 大家说这个因果 可不可怕 怕不怕人 非常非常的可怕 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所以师父 讲这个因果论 希望这辈子师父可以教育很多人 不要乱做 不要诈骗 一定要做好 你这辈子诈骗给了很多钱 你下辈子还不了 而且会很痛苦的还 不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 如理如法 正规地去赚我们的钱 这个样子呢 我们不会给自己处于这个 危险的这个范围里面 不要照页 师父六道轮回 Anyway to avoid修行 得度归一 师父会教你如何摆脱这个轮回 不断的这个循环 所以十月 大家还没有报名 得度归一的 赶快报名 因为十一月 我们就 师父就收第二批的弟子 十一月 有这个得度归一的仪式 所以大家一定 要报名来修 为我们的这辈子 下辈子 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呢 你看我们一直轮回 轮回的话呢 那么师父要介绍 一样非常让大家改变 大命运的一个一样事情 那么讲了这个因果轮回的话呢 就是这样祖先等等的灵 都是如此 都是如此 那么大家还是 那么师父跟大家讲一个 很真实的因果的这个理论 通常结婚生的孩子 这个孩子呢 大多数都是我们祖先投胎来的 那么师父在讲 大多数 你们结婚生孩子 你所生的孩子的 大多数都是你的祖先灵投胎的 好 那么为了大家改变命运 更破掉这个轮回的这个因果 很可怕的呢 师父跟大家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六月的超度法会 那么这个六月呢 六月二十二号是莲花生大师八大神变 八大供养八大佛塔的超度大法会 所以这个呢 超度有什么重要 我告诉大家 你能够超度啊 把我们的怨恨给超度掉 把我们的祖先给超度掉 把我们前世的冤亲在主给超度掉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例如 例如师父举一个刚才那个例子 原本你要生这个孩子来讨债的 因为你前世杀了他 可是你还没有生孩子之前 他还没有投胎之前 你给他超度去更好的地方 你忏悔 你忏悔 超度是什么意思 超度是忏悔 忏悔我们前世所种下来的恶因 我们忏悔 其实老师师父要跟你讲 超度等于忏悔的意思 前世对不起 任何人所做错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忏悔 最大的忏悔法就是超度 没有第二个法门 最大的忏悔法就是超度 没有第二个法门的 所以呢 例如说 这个孩子要投胎给你报仇的 因为你超度 他没有投胎成为你家的孩子 他马上跟佛菩萨 怎么样呢 超生到天界或者佛国 这样子你帮了他 也帮了自己 大家说对不对 非常非常重要的 超度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点 好 那么呢 这个超度法会呢 非常的重要 师父为了大家 更有力量的 把我们的 所前世对不起的人 或者祖先跟他做超度呢 这个呢 师父呢 有第一项呢 就是金转伦圣王的功德主 那么这个金转伦圣王功德主呢 有一个大桌 供养我们的祖先 长生灵 前世所得罪的一切的灵众 有三个超度令牌 十个护魔供品 再来呢 阳间的护魔片 二十一片 供八大佛塔 那么这个超度法会的法力 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因为师父想了想 如何为大家 做这个这么大的法会 那么师父先跟大家讲 能够让我们的灵 怨恨消除 让他们能跟佛陀往生的呢 一定要帮他们做功德 那么师父现在呢 跟大家讲 这个六月二十二号 是帮我们的 所得罪 我们的无名 我们的贪嗔之 所得罪 在其他所得罪的人 我们一定要做超度 我们要跟他忏悔 不然你不做超度忏悔的话 他一定会投胎在你的家 来讨债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绝对不要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呢 在这个六月 一定要做这个超度 那么这个超度的大法力 师父在加什么呢 不单去年是莲华生大师 对不对 今年是八大莲华生大师 八大神变 不是一尊的莲华生大师 是八尊的莲华生大师 的分身法 帮我们度六道众生 度超度六道的最大的法力 而且不单单是八位 那么伟大的莲华生大师 还有八大佛塔 来助阵 做功德 帮我们的这些 长生月灵祖先们 超拔 这个而且做超度 为什么这个超度法会要有八大分身的莲华生大师呢 因为八大分身的莲华生的法力无边 智慧无上 辩才无碍 他可以度我们周围的不同警戒的众生 而且另外加一个法力无边的一个功德力是什么呢 我们当天做很多的供养 供养给佛陀所八个不同的塔 佛陀在经典里面有讲过 你只要我们绕佛 只要我们供品给佛塔的话 功德无可限量 不可言语之描述 这个是佛陀经之讲的 所以我们为了 我们很诚心的忏悔 我们前世 我们不知道我们前世有没有杀人 我们不懂是不是前世是 浩斯兰做赌博 伤害父母 伤害妻子 伤害孩子的人 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当下 我们忏悔永远是没有错的 超度永远是没有错的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怎么做呢 唯有一个短路 快速忏悔 有效用的改变我们的命运 而且帮我们前世所得罪的人 增加福报 让他们有好的去处去住的话 就有一个事情做 就是超度 没有别的 师父讲只有超度 没有别的 所以六月二十二号 非常极重要 不是非常重要 是极重要 是超级重要 来 怎么样子 帮我们的前世所得罪的人 献上最大的礼物 让他们跟着佛陀 往生佛国 享用天人般的生活 而且我们供养这个八大佛塔 是帮我们的祖先 帮我们所得罪的人 帮我们的冤亲在主 水子灵 堕胎的灵 动物灵 帮他们做这个功德 因为师父告诉大家 只有我们阳间的人 才可以帮阴间的人 阴间的灵 做功德 他们没有办法做的 他们就等待那里来报仇而已 他们就等待那里要拿债 夺我们的生命 夺我们的钱财 破我们的财 那么让我们很坎坷 让我们很倒霉 为什么呢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只有通过这个方法 来索取他们所要的东西 可是现在我们有办法 什么办法呢 师父会在6月22号 帮大家做这场 非常盛大的超度法会 这个大法会的师父想了很久 怎么样帮大家 以最快速地还我们本身 所种下来的二年余债 就是第一个 要八大莲花生大师出面 第二个呢 我们要供养八大佛塔的功德 就可以把这个功德力呢 回向给我们前世所欠的债的 这些人来报答他们的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大大大的功德主呢 就是说 如果你报名金转伦顺王功德主的话 有一个特别大的桌子 上面有八个佛塔 帮你所有的祖先 或者是你的长生灵 供养这个八个塔 在你的桌子上 还有卸上公平 还有三个令牌 跟他们做超度 跟他们做无上的功德 厉不厉害 非常的厉害的 这个是超级大的功德主 那么这个价格呢 如果谁有兴趣做大大的功德主 而且这个费用是赞助 所有场地的费用 跟布置的费用 你的功德非常大 不单你可以利益于 你本身的祖先或长生灵 你还利益于 当时来报名所有的灵众 都收到你的恩惠 所以这个加分加得很厉害 这个是超级大的功德主 叫做什么呢 叫做金轮圣王功德主 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也有 这个迎轮圣王功德主 专属贡桌 一个超度令牌 五个护膜贡品 阳间的这个护膜墓 有七片 那么呢 这个呢 功德主呢 迎功德主呢 是每一个桌上 有一个佛塔 还有一个 莲花生大师的画像 就是你赞助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费用是两千八百元 两千八百元 那么呢 这个只有收八位而已 八位一满了就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有八个佛塔 六十cm的佛塔 还有一副莲花生大师的汤卡 一点五米 大概一点五米 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汤卡 跟这个六十cm的佛塔 跟你的祖先 或者你的长生灵 你所报名的 运行者的令牌呢 全部在一个区域里面 让你能够 这一辈子 通过这一次的超度 帮我们以前所得罪的人 说声sorry 把他们的功德力 浮上去 正能量浮上去 运恨化解 跟着莲花生大师往生 不再给我们障碍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只有八位 如果大家觉得 现在觉得 这个八位这么少 赶快message给阿勋 或者莲莲 说我要这个 这个报名两千八的 这个 银伦圣王的这个 这个 报名呢 如果大家觉得 马上想 不用讲太多 马上报名的话 只有八位 现在你马上WhatsApp 我们收到的前八位的 功德主的名字 就stop了 说师父 你生多一个给我 因为这个法事 只有八个 没有多的了 这个塔呢 只有八大佛塔 这个是照这个经书写的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 这辈子要为冤亲在主 为我们前世所得罪的人 说声 谢谢 说声对不起 阿鲁 这个laptop没有 说声对不起的话 要报名这个的话 要报名这个超度的话 就是两千八百元 只有八个位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先收到名字 跟阿勋或莉莉 WhatsApp 或者你在这个 Message Messenger 现在我们的Facebook 这个WhatsApp 我要报名这个 两千八百的 只有八个人的话 可以马上来报名 我们马上就 Reserve这个八个位置给你 好 那么接下来的呢 接下来呢 有福德功德主 有供桌 一个超度令牌 三个互摩供品 阳间的互摩片 三片呢 三百八十块 一个 三百八十块 一个 那么三百八十块 一个令牌呢 有自己的一个区域 全部的供品呢 就是供养你的祖先 长生灵的 这个 好 那么这个是三百 那么一个令牌是三百八 如果你请超过两个 请两个以上的话呢 就是三百块 一个令牌了 那么这个令牌给大家 待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一个令牌 三百八 两个令牌 或三个四个 那么这样算呢 就是三百块 一个令牌 三百块 一个令牌 有自己的 一个区 专供给 我们的祖先 长生灵 随子灵 动物灵呢 一个区域呢 专门是供给 祖先灵的 好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八十元 八十元是 吉祥功德主 和供桌 一个超度令牌 一个护摩供品 跟一个 一片护摩木 如果大家经济 没那么允许的话呢 也可以报名 一张的八十块的令牌 那么呢 八十块的令牌呢 就没有 一套一套的供品 供养你的祖先 我尝试你的 是合供 就像是 Buffet 式的 合供 大家一起合供 那个就是 八十元的 这个令牌 那么师父给大家看 八十元的令牌呢 就是这样子大 这个墓 比较厚的 这个墓 这个叫塔婆 是墓座的 令牌 那么呢 三百八十元 两千八和大功德主呢 令牌就是这么大的 区别非常大 三百八十的令牌 就是这么大 那么八十的令牌 就是这么大 这个是其中一个区别 其中一个区别 就是这两个令牌 那么有一个好消息 告诉大家 什么好消息呢 那么谁可以报名 现在谁可以报名 就是祖先 可以帮祖先报 长生灵报 地基主报 水子灵报 或者动物灵 或者是宠物报 这是五项呢 都能够报 都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么师父怎么报 师父每次报 师父没有结婚吗 不可能有水子灵 师父有没有 叫人家墓孩子 不可能有的 所以师父报祖先 自己家的地基主 长生灵 师父就会报这三个 如果你有水子灵的 就是墓胎 或者流产的孩子呢 可以为你的墓胎 或者是流产的儿子呢 孩子呢 去报这个 这个超度 那么为了大家 更快地能够 让我们的前世的债 给还完 让他们的冤气 能够化解呢 师父还帮大家 做什么 那么只要 这个阴间 只要靠阳间的人 帮助才能得救 所以呢 那师父 为了更进一步地 帮大家 就是只要你报名 三百块以上的 师父帮你 和一族 往生者 对话 大家听得懂吗 你只要 报名三百 八十元以上的 那么呢 你有这个机会呢 跟师父 师父呢 就会帮你 召你的往生的人 来跟你讲话 看他们要什么东西 看他们要 现在好不好 师父会帮你 做这件事情 师父帮你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抱 例如说你抱一个 三百八的 这个 祖先令牌 那么呢 你如果往生的 爸爸妈妈在哪里 或者是 你的爷爷公公在哪里 或者召你的祖先来 祖先要跟你讲什么话 祖先缺什么东西 祖先觉得怎么样 师父呢 可以做这件事情 第一次 师父公开 第一次 师父公开 调 调你的 祖先 来跟你讲话 觉得他们好不好 你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报名 三百八以上的 师父才把这个免费 不收钱 送给大家的 这个 能够帮大家的 这个方法呢 帮给 帮大家 如果你觉得 我的长生灵 以前是得罪的 那个长生灵 他到底要 你报名这个超度 那么他本身 还要需要什么东西 或者他高不高兴呢 师父呢 也可以帮你 问的 师父也可以帮你问的 很神奇嘛 对不对 大家应该没有 看过 师父怎么可以 把你的祖先 调过来 通过什么方法 来帮大家 解 这个疑惑 或者是看 你的往生的爷爷 奶奶 公公婆婆 祖先们 到底现在好不好 他们在天界 在人界 在什么界 都会讲的 都会 都会很清楚明白的 所以如果大家 师父能够做的 就是这里了 就是6月22号 如果我们不要 碰到吓死人 我们的孩子是 前辈子最恨我们的人 我们所吃的动物 是我们的爸爸 我们的妈妈 我们养的狗 之前是我们的爸爸 还是我们的妈妈 很可怕的因果轮回 我告诉大家 唯有一个方法 断掉这些 很不好的因果轮回 没有第二个法门 唯有超度 那么唯有这个超度 大家报名这个超度 如果 If do for then can say for correct 对对对 如果你只要 如果你做 380一个 是长生灵 师父会帮你问 这个长生灵 如果你报名 第二个380 祖先 师父帮你问 这个祖先 第三个 你有谁指灵 那么师父就帮你问 第三组谁指灵 类似是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第四 如果是爸爸已经走了 妈妈已经走了 你是爸爸380 妈妈380 师父也会帮你 问你爸爸 跟你妈妈 separately 就是这样子 你的理解非常的正确 La La Call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 这个是6月 开始 22号做超度 所以师父 一拿到这个法王 这个红教 这个法王位的时候 5月27号回来 那么大概29号 回到这个 向道馆 那么师父 6月1号 是几 拜几 如果6月1号 所以师父 从6月1号开始 你们只要报名的话 马上填 Lily 阿勋 Prisilla 会帮你排一下 排一下 你的时间 师父 排一下时间 师父从6月1号开始 就可以帮大家问 我们的祖先 长生灵 地基主 水子灵 动物灵 已经投胎了没有 去到哪一个方向 师父 6月1号 开坛 帮大家解答 这些疑问 好不好 6月1号 6月1号 所以呢 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 师父第一次 开盘 第一次开盘 看 我们 你们大家的 这个祖先 长生灵 地基主 在你家的土地宫 好不好啊 水子灵 动物灵 那么 Can register Coming Chuesday 请拍几 明天啊 明天可以 register 明天就可以 register了 OK 那么呢 你明天就可以 register 明天开始 register Onwards 就可以开始 register 那么 真正 师父帮你问 你的灵 你父亲的灵 到底是怎么样呢 是6月1号 6月1号 所以不要 不要错过 这个机会 因为这次 6月22号的超度 绝对是一个 非常法力强大的 是因为八大灵 花生大师 八大供养 八大佛塔 而且是非常 非常的重要 因为 因为是在 夏天的6月 给所有的 灵众大光明 大超度的 一个法会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为自己 报名 叫亲戚朋友 报名 为自己的祖先 常生灵 报名 救了他们 为了救了他们 为了忏悔 我们前世所 做的不原版的事情 这个法会 不容错过 记得不容错过 那么师父 就讲到这里 那么 两个星期后 我们再见面 更多超度的 这个含义 再跟大家分享 那么 谢谢大家了 拜拜 拜拜